Hello大家好,我回来了 今天的视频呢是关于我的猫咪主题 大家好,我是狗狗 大家好,我是小虎 这两个猫咪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 但因为他工作特别忙 因为他的工作特别忙 然后也没有时间照顾这个小猫咪 他就来让我照顾一下 我在照顾他们这段时间里边 我真的是特别喜欢他们 再加上我那个朋友也没有太多时间来照顾他们 所以呢我们两个就协商了一下 他就把这两个猫咪就是相当于是送给我了 我之前真的是没有养过猫的 这个是我第一次养猫 这两只猫在刚开始养的时候 是真的有很多的病 他们有很严重的皮肤病 然后就是到现在就之前传染给我的 我的都还没有好 除了皮肤病之外呢 耳朵里边还有很严重的耳满 就耳朵里边就已经完全是堵得死死的那一种 小虎的是天生就有鼻之眼 就是从出生就有的 然后到现在就是无论是吃什么药啊 或者什么方法也是没有办法 反正好转起来 到现在为止呢 除了小虎是天生的鼻之眼 没有康复之外呢 他们俩就是身上的皮肤病 和严重的耳满的 都已经彻彻底底的都已经好了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需求 但是呢我还是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他们生病这段时间里呢 我给他们用到一些 我觉得就是使用效果还不错的一些个药品 一般像猫咪和狗狗有了皮肤病之后呢 我们不管是去宠物医院也好 还是去普通的宠物店也好 他首先给开的就是这个皮特芬 这个皮特芬呢就使用起来挺方便的 他就直接的喷在这个有皮肤病的就就可以了 它是比较适合于小面积的皮肤病 而且呢要在喷药之前去宠物店 把这块皮肤病这块这个 这个长的毛毛给剃掉 他的这个使用频次呢 是一天喷三次就可以了 如果皮肤病不是很严重的话 基本上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康复了 如果是皮肤病的面积比较大呢 就光靠皮特芬的话就 效果就不太理想 我们需要把这个猫咪的毛全都给剃掉 剃掉之后呢要使用药育 因为我当时这个小猫咪身上就是这样的 他们俩大概每一只身上都有三四十处皮肤病 我当时也是配合着皮特芬和药育 这两种来给他们治疗的 我用的药育呢是这两个 一个是这个养育清的这个 一个是这个月蓝 我觉得这两个呢就是还都挺好用的 所谓的这个药育呢就是用这个 就是一些相关的产品来给猫咪洗澡 这个频次呢大概是两天洗一次 就是把猫咪的毛继续之后呢 把这个东西打成泡沫 在他身上揉五到十分钟 再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药育配合皮特芬 就是面积比较大上皮肤病的话 两到三周就可以康复了 康复完之后呢如果再洗澡的话 也可以使用这个药育来洗 就相当于是巩固一下 特别严重面积也特别大的话 就恢复时间会慢一些 大概是一两个月左右吧 这个呢也是要根据就是 每一只宠物它情况不同 这个时间也是不同的 我分享的这些产品呢都是我自己用到的 如果是自己家的宠物嘛 有相关的一些问题 我还是比较推荐去专业的就是宠物医院 让医生来根据这个宠物的病行 开一些相关的产品 我这两只小猫咪 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耳朵的时候 说真的是里边被堵的 已经是死死的了 我当时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东西 也是看了医生之后 医生才告诉我 这个已经是很严重的耳满了 需要来使用药物才能把它治疗好 当时呢是开了这几个东西 首先呢就是这个 吉尔苏的这个耳朵这个清洗液 它主要呢就是清洁用的 那这样把它滴在猫咪的耳朵里 然后再把这个耳库给扣上 看看之后轻轻的揉个大概十几秒钟左右吧 这样撒开之后呢 猫咪自己这样会甩甩的同时呢 就会甩出很多脏东西出来 之后呢自己要用这个棉签 再给它轻轻的掏掏掏掏掏掏 把里面的脏东西呢尽可能的给它掏干净一些 掏完之后呢就要往耳朵里边呢 挤一些这个专门针对于耳满的一个药物 我用的是这两个就是相对比而言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用的 揭完耳朵之后呢 就在一边耳朵里边滴黄豆大小的颗粒就可以了 治疗期间呢是需要每天连着使用 一天一次来使用一个星期的 虽然我的这两个猫咪就是 耳朵里边的耳满还挺严重的 但是我用它就是第五天的时候 就已经彻底的康复了 这个呢是一个结耳粉 它主要呢也是用来清洁保健用的 可以保持耳朵内的干爽预防耳满的再次发生 像皮肤病啊这种 都是因为猫咪的抵抗力太低了 所以呢它们比较容易得皮肤病 所以呢在使用这种外涂药物的同时呢 就也要用一些就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这种产品 这个我当时是一天喂两次 一次呢就是一只猫大概是喂两毫升 就是我也不知道它提高免疫力的效果有多好 因为免疫力这种东西嘛 也不是说肉眼能看出来的 但是呢我觉得在就是自己的宠物 生病的时候呢还是很有必要来使用这些产品的 在这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租房子 养宠物的一个事 因为我正经历了这样一个事 我就还挺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因为我这个房子呢是租的 然后我的这个房东呢就是跟我的这个门就相差只有一米 现在我们两个是非常非常近的邻居 他在阳台上的时候是可以完全的看到我的这个阳台上就是所有的东西的 租房的时候呢我是通过一个APP来租到的 这我搬进来之后我都不知道这我旁边这个邻居就是房东 我的这个房东呢在发现我养宠物之后呢 他就跟这个APP的这个房屋的管家就在那里去举报了我 然后管家呢又来找到我反映了这个事情 这个APP呢它关于养宠物的规定呢是要跟这个房东来协商好 只要是房东来同意了我就可以养的 但是呢这个房东他非常不喜欢这种小动物 我们这个楼呢就属于那种回迁楼 这一整层都是他们家的房子 本来就是其他的两户里边呢也是养了宠物 一个房子里面养了狗另外一个房子里面养了猫 但是因为最后没有协商好那两户呢全都搬走了 现在呢又到了我这一户当时我就很紧张的 我当天上午知道了被举报这个事呢 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马上的和房东来谈一谈 我觉得这种事呢是很正常的 首先呢要站在一个互相尊重的一个角度去想 因为我养宠物所以呢我就会觉得我的这个猫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作为房东来讲他可能顾忌的事情比较多 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宠物比较脏 会毁坏墙面或者是家具 还有呢就是他可能会担心这个宠物他的叫声比较大 会影响到自己的休息 我想了很多问题之后呢 我在当天的下午就敲了房东他们家的门 就敲门的一瞬间我是非常紧张的 我就心里边就是已经做好了最好的打算和最坏的打算 在谈话的时候呢就我先表明了我的这个工作是有正当的职业的 第二点呢就是大家都是北京的就是一个地儿的人嘛 就是会感觉会很亲切 第三点呢就是因为我住的是一个两居室 但是呢这是我只住我一个人 而且呢我是每天都要打扫卫生的 我当时呢还把房东邀请到了我都的这个房子里 大家看到这个房子确实是里面是一个很干净 而且虽然是养宠物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异味 因为我们小区的人员真的非常的杂 我之前就有遇到过被人委屈到我的楼层 我把这个事跟房东说了之后呢 然后他也比较担心 嗯可能之后这个房子会住进来就这种变态吧 我们呢也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比较深入的谈话之后 房东呢也是慢慢就接受了我养宠物的这件事 也是通过我们之间的聊天 我也是理解了房东 他是觉得这个小动物细菌很多 就是会担心这个细菌对小孩身体有一些伤害 我当时呢就跟房东说说我们之间呢说可以签一个协议 第一呢就是说我在从住进来到搬走之间的这段时间里 就是这个房子的墙面和家具的损坏全都是由我一人来承担的 第二点呢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在搬走之前呢 会找专门的人来给这个房子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清洁和消毒 他也找不出我什么不好的地方 他也是很希望我能继续的住在这儿的 最后呢我们也是在聊完互相了解之后呢 这个结果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就说了这么多 我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养宠物的话 在租房前一定要就是先咨询好这一点 如果房东那边呢就是不同意养宠物的话 可以先试着互相理解 先沟通一下 不论这个沟通完之后这个结果怎么样 我们都要互相的尊重对方 但在对方的角度一考虑的话 他房东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一个人 他会担心宠物身上的一些细菌啊 影响到这个家人的身体健康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也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呢 可以真正的去帮助到大家 好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